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美家长及学生等 碰现了他们的精彩分享 希望可以用这些刘美的真实案例 为大家带来更多真知灼见 走出刘美舞区 那如果您在收听我们的微课堂过程中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您私信我们的微信小助手 微信小助手会竭尽全力回答您的疑问 谢谢您的支持 那随着高考落下大幕呢 各地方放榜的时间也陆续的公布了 那在紧张的备考以及考试的节奏当中呢 升学压力让考生和我们的家长们倍感焦虑 高考仍然是这个时代实现个人命运转变 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 作为命运的主角 它履行着这个时代变迁者的责任 那我身边就有一些小伙伴 跟我来分享了一些他们当年作为高考 以及刚刚结束完高考的一些分享 有些小伙伴觉得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 还有一些小伙伴说 哎呀现在还是经常会梦回高中 仿佛回到了坐在教室座位旁边 看到了那个奉笔记书的自己 非常怀念这种每天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生活 那考生和家长在忙于备考 有的时候对时间对位置的考试结果 以及高考录取的结果无从应对 那我们觉得说是当千军万马冲刺独木桥时 也许转角就是另外一条阳光大道 而且这条路径并不是心生事物 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主持人Lydia Zhang 那本期微课堂我们邀请到了辅导国际学生高考后 转学具有十几年经验的李源老师 进行深度解析 以多指标多角度详解这条路径和个别可选大学 那让我介绍一下本期的嘉宾李源老师 他毕业于东北大学非营利管理专业 拥有十年以上的高等教育领业的工作经验 并且从事国际学生的招生和咨询管理 欢迎李源老师 谢谢Lydia 大家好 我是李源 首先我想感谢Harmony Plus的这一次邀约 让我来分享一些目前 就是接受中国高考成绩的一些美国大学 和一些有特色的美国大学 我本人也是在美国读的研究生 之后就一直从事的都是国际学生的招生 咨询的一些工作 目前我主要是为美国18所一类的大学 就是美国排名前200名的大学 进行国际学生的招生和申请的咨询的一些工作 那其实李源老师 今天也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您 想问一下您 因为我们本期主题是针对高考的嘛 因为您也是最专业的 想要问一下 那有一些学校 就是在美的学校 他们是如何评估高考和高中成绩的呢 对 谢谢Lidia 就是基本上是从去年开始 美国就有陆续的一批高等院校 开始尝试着去接受高考成绩 中国的高考成绩的一些学生 那么有了去年的一些实践 那么今年来讲的话 美国有更多的一批大学开始加入到 就是可以接受中国学生高考成绩的这一个阵营 那么像今年 我这边特别想要给大家介绍的可能有一些学校 比如像澳本大学 太平洋大学 爱德菲大学 戴顿大学 还有美利坚大学这些 这些大学都是今年刚刚加入的 然后呢 可能就是用高考的一个总分的成绩 基本上是学生需要达到当地审视的二本线 不管学生是文科的 还是说你考的是理科的 都是采用当地审视的二本线为一个基准 那么这是总分 那么除了总分以外呢 那就是看学生也可以利用高考的英文成绩 那么在国内的话 绝大部分审视高考的英文成绩总分是150分的情况下 那么学生可以用105分或105分以上的高考英文成绩 来代替托福、雅思和SAT 那么是这个是那些就是对于是150分总分的审视 那么对于有个别审视像江苏、上海 他们的高考英文的总分是120分 那么如果是120分的总分的话 那么学生需要达到84分以上的高考英文成绩 那么如果达到以此的一个高考成绩的话 学生就可以用这个英文高考英文成绩 来豁免托福、雅思和SAT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就是说怎么用高考成绩来申请 那么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 学生除了用高考成绩可以来申请今年秋季一拜呢 当然这些学校也依然接受就传统的学生 用高中三年的成绩来作为申请 或者说有个别的这些 我刚才提到这些大学 他们甚至是可以让学生用高考成绩加高中成绩的一个混合组合 来达到最好的申请资料 所以这个也是对于今年来讲的一个更新吧 因为去年可能就是说你要么用高考成绩 要么用高中成绩 那么今年有一些新加入的大学加入到这个阵营以后 他们把这个申请资料变得更为就是灵活 能更好的适用于国际学生的申请的这个程序这样子 好 谢谢李源老师 我觉得这对考生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好 那想问一下李源老师 那您前面讲到的这些有没有一些申请的截止日期呢 对 有截止日期基本上呢 可能就是说每个学校它的截止日期都不太一样 那么就是有一个好的消息 对于今年高考过后的学生来讲 就是说我刚才提到这些学校 今年秋季的申请依然可以继续进行 并且用高考成绩或高中成绩去申请 那么这些学校今年秋季的截止日期 一般都在7月初到8月初 那么可能每个学校具体的截止日期的话 稍后我们可以就是 如果学生有对某个学校特别感兴趣 我们待会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基本上就是从7月初到8月初 但是呢 就因为大部分的这些学生都在中国 那么会需要签证的问题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感兴趣 要今年秋季入学的话 我会建议是在6月底 这个月底之前能够把这些申请提交了 这样呢也能为之后的签证 能给到一个比较充裕的时间 我觉得时间也是非常的紧迫 那李文老师 我知道您今天为大家准备了 四所具有共同特点的美国大学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您会选择这四所大学 为家长们做一个具体的解析呢 对 其实就像Lilia你讲到 就是对于择校来讲 其实每个学生和家长都有不同的一些 比较看重的地方 那么我今天所要提到的这些大学 可能更多的是根据于 比如说从地理位置呀 以及整个学校对国际学生的支持服务 以及就是大部分是针对于国内学生 比较就是感兴趣的一些专业的排名 优势排名 以此来作为一个基调 来把这些大学推广给大家的 好的 我觉得李文老师 那我们就从第一所学校开始分享吧 好的 那么今天呢 我第一个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学校 叫做美利坚大学 或者说有些时候 学生会叫做American University 或者说美利坚大学或美国大学 对 就是你们没有听错 对 这所大学的名字就叫做美利坚大学 经常我可能第一次跟学生家长说的时候 他们一直问我 那李老师这所学校到底叫什么名字呢 我说其实这个 对呀 它就叫美利坚大学 对 是它的中文名叫美利坚大学 英文名叫American University 对 这个名字经常会引起 刚开始的一些误会 但是呢 这所大学其实呢 是一所一个 就很久以来的一个 就是一个名校 前100名的名校 那么美利坚大学的话 它是位于美国的东北部 是位于美国的首都 华盛顿特区 然后可能提到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也都知道 作为首都基本上就是美国的政治中心 那么对于这个地域来讲的话 它有非常多的非营利机构 像大使馆 还有一些知名的百强的企业 都是在就是华盛顿特区有扎根 或者说有它的总部在那儿 那么对于美利坚来讲的话 像美利坚大学 它是一所就是全美顶尖的文理学院 然后对于华盛顿地区的气候总体来讲呢 也是比较好的 它的变化相对来讲比较缓和 有比较分明的四季 那么学校所在的附近 也多为外交人员的住所 然后并且离DC的城市中心不远 基本上搭地铁的话 15分钟内就可以达到市区 那么这个学校也是可能在DC地区 算作是最安全的地区之一吧 那么整个学校来讲 它不到一万人 就是加上它的本科和研究生 那么整个大学的学术环境 基本上是小班授课 像他们的师生比例 也都是在12比1左右 非常的小 那么他们还有一点 我觉得比较好 对于美利坚大学来讲 就是他的就业率非常高 基本上他过去的十年 都是差不多有超过92%的毕业生 在毕业后的六个月 就能要么是找到工作 要不然就是会进一步的进行攻读 比如说像硕士学位 或其他更高的学位 那么他基本上 他90%以上的本科生 都会参加实习 而且对于他们的研究生的学生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高比例 基本上是超过64%的研究生 也会参加实习的这样一个概念 对 我觉得您前面讲的非常好 那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地理上的优势 还有就是说 美利坚大学 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优势吗 对 对于其实在美利坚 它有很多项目都排名非常高 但我觉得这里特别可以提出来讲的 就是因为基于学校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位置 处于首都位 所以就说美国 美利坚大学的话 它在上政治学呀 公共政策呀 像国际关系和商科这些方面 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 像今年的美国新闻杂志报告的 一个美利坚的总体排名是排名78 是一个排名前100的一个很好的学校 尤其是它的公共政策 那么在今年的排名是全美排名第15的 那么像特别是美利坚的商学员 它成立于可能是在1955年 那么是华盛顿地区最早成立的一个商学员 它的国际商务排名是全美排名第14位 都是排名前20的顶尖商学员 像它的数据科学专业也是排名前美前十 税务专业排名前十 像不知道国内 就是大家有没有熟悉 以前的百度财务总监王战生 他也是之前在美利坚修读了 会计的硕士的这样的一个文凭 哇 那这样子的一所学校 我只是想替国内的家长 向李源老师发表一个问题 那你觉得就是就读 比如说它是在DC 它的地理位置又那么有优势 那包括在专业上又有那么有优势 那不知道就是读读美利坚的话 它的性价比 比如说它的学费和它的生活费 大概是在多少 对 在美利坚读书的话 因为是地区是在华盛顿特区 那么是属于美国的一个一类大城市 所以相对来讲可能费用会稍微高一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美利坚大学 因为它是私立学校 所以它的学费的话并没有联邦政府的一些拨款 所以就是它整个学校的运营是靠学生的就是学费啊 或其他费用而支撑的 所以这个学校的费用大概是在五万美金一年 那么就是学费 那么生活费来讲可能在DC地区的话 根据每个学生的生活水平不一样 要求不一样 大概可能一般学生是在一万八到两万块钱一年 那么我当然也有遇到一些个别的学生 比较就是比较能够合理运用 就是住宿啊食宿啊这些的费用 可能最低的能够降到可能一万三到一万五不等 但是就是对于生活费的这会有一些浮动 对 但基本上对于学费来讲 差不多就是五万美金一年这样子 那行 林文老师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二所学校的分享吧 那第二所学校其实我也非常熟 就是应该是澳本大学是吗 对 是澳本大学 那么澳本大学现在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在国内澳本大学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像我去年来讲 回国和学生进行咨询的时候 其实很多学生和家长都已经听过澳本大学 然后我们甚至有拜访一些国内的一些物主 其实他们都对澳本大学都已经至少听过这个名字 那么就是当然也都比较大的归功于 他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他的就是校友 就是现任的苹果CEO库克 所以就是说这个可能带动了很多的这个明星的一个效应 对于这个大学 那么对澳本大学呢 它是在美国的东南部 它所在地是阿拉巴马州 亚特南大的话大概是90分钟的一个车程 是阿拉巴马州最大的一所功利研究型的大学 它和美利坚不一样 美利坚是一所文理学院 那么这里介绍的澳本大学 它是一所功利的研究型大学 那么像它最好的一个排名是美国排名前100第99名 是2017年的一个综合排名 那么像今年 它美国的功利大学排名是第43位 那么它的本科工程尤为突出 也是排到了排名美国总体来讲 是排名前58名 那么对于澳本大学像它的设计和建筑 是也在美国是享有知名度 尤其是它的建筑专业排名是排名前10 今年是排名第9 工业设计的话也是排名前10 今年排名第6 它整个的本科商科的排名 也是比较优秀 今年是达到了63名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澳本大学 不仅是在国内有一定的知名度 其实澳本大学对于美国学生来讲 也是非常有高知名度的 在美国境内 因为在澳本大学历史上 它出了六位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 然后有三位肯尼迪航天中心的主管 那么这些都是在美国是享有盛誉的一些 就是领域 所以这个也给澳本大学带来了非常高的知名度 那么刚才我有提到 澳本大学是一所公立研究型的大学 所以它提供了超过140个本科的学位 丽媛老师 刚刚您说完就有一个线上的嘉宾说 哇有好多学位 那在这些学位当中 有没有一些就是特别popular 或者我们说非常有名的学位呢 就是或者专业呢 对 就是除了它的专业领域比较多 可以就是基本上学生能想到的专业 澳本大学都有提供 那么刚才我有提到了一些总体的排名 那么对于具体的专业来讲 可能澳本大学在农业学 像读药剂或兽医学 或者说是工程不管你是电子工程 还是机械还是材料还是化学 还是读想读计算机科学 这一类的工程学 包括它的林业学和它的商学院 设计院学设计领域 都是在美国就是比较高的生育 所以这些如果是专业排名来讲 可能这些方面 澳本大学会尤为突出 好的 那它的一个学费 大概每年大概是在多少左右呢 澳本大学 因为它是公立学校 所以公立学校一般的一年的学费 大概都是在三万块钱左右 那么对于澳本大学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 它是属于在一个大学城 是在澳本城的一个镇上 那么这个它所在的这个镇 是美国排名前十的大学城 所以它的费用来讲 会比在大城市 就第一线城市像纽约啊 洛杉矶这些会要低一些 它的一年的费用 大概在一万到一万二左右 的一个生活费 但是就像我之前说到了 学生的生活费 这个其实浮动的空间 有可能比较大 但是average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一万到一万二左右 的生活费 是的 那我觉得李源老师 您前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 比如说澳本大学 它的知名校友 就是现任的苹果CEO Tim Cook 对吧 Cook的 对的 那除此之外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我们不知道的 澳本大学的知名校友吗 就有没有一些小秘密校友 对 除了就是大家比较就是熟悉的 苹果CEO Cook 以外呢 我还能想到可能国内比较 大家有认同的就是可能有听过 基维百科 对吧 这Wiki 就是有点像国内这种百度 这叫美国叫维基百科的创始人 叫基米威尔士 然后他也是澳本大学毕业的 那么还有一个如果像热爱打篮球的同学来讲 可能就是对前NBA的球星查尔斯巴克利 那么他也是就是澳本大学毕业的 所以就是说对于澳本大学 如果你是体育爱好者的话 那么澳本大学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像澳本大学他的体育体育队非常的强 尤其是他的美国橄榄市叫Tiger老虎队 更是就是多次的称霸了在美国的一个NCAA的一个赛场 所以就是说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大的亮点吧 如果学生自己他本身比较热爱运动 想要去一个有体育精神比较强的大学 那么澳本大学应该是首选的其中之音 对 其实之前也像我分享那样 其实说李源老师的介绍之外 我本人也是对澳本大学非常的熟悉 大家肯定有可能会有人说 你为什么会是熟悉 其实之前呢我就有一个我自己学地的案例 就像李源老师您前面讲的 比如说就是AU 其实澳本大学跟美利坚都解称AU 就是说在美利坚的话 他其实是一所文理学院 然后呢澳本大学其实是我们所说的大U 那我之前的这个学地呢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文理学院就读 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他转学到了澳本大学 就是他对于自己来讲 他就会觉得有可能目前来说 他更加适合这种大U的生活 他整个人的生活习惯 包括就是说一开始我们都觉得说 哎呀你怎么去了澳本大学 那个州在阿拉巴马州 基本上在美国的话 大家听到阿拉巴马州都会觉得 那里是在哪里 但是一解释 哦这个地方离亚特兰 大家大概只有90分钟的这个路程 大家都会说 哦那我大概知道在哪里了 那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 进入到了澳本大学之后 我的这个学弟 他的整个人 就是他从思想 一直到他对就是自己内在和外在的追求 非常大的做了一个改观 在以前文理学院的学习的时候 他其实非常痛苦 因为文理学院大家都知道 就是对学术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那进入到澳本大学了之后呢 他反而有一些时间 他可以来review我们讲座 就是来检视自己 过去这些年 他做的对和错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澳本大学是一个 非常非常具有精神所在的地方 除了前面李文老师 您讲的那个Tiger Day之外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具有魔法性 或者说是有一些魔力的 可以让很多学生到那里就觉得说 嗯我在这里 可以开始我的新生活 对 这里谢谢Lidia的这个分享 其实确实是 像我因为我本人是 就是帮这些大学 负责国际学生的一些招生工作 那么我本人也是都亲自的去拜访了 这些大学 澳门大学除了非常漂亮 非常美这个学校氛围以外呢 他真的是对学生的支持服务非常的好 像在澳本的话 他的学生健身中心应该是全美排名前十的一个 一个设施福利 一个就是一个健身中心 他那个健身中心甚至有一个差不多接近三英里的室内跑道 所以就是说他对整个学生的支持服务 包括学生的生活都非常就是想的比较周到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澳本大学现在越来越被更多的国际学生说 就是欢迎 然后想要去澳本大学读书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那这个澳本大学现在大家肯定也就会觉得说 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神奇的地方 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地方 一下子也是横穿了到了我们这边的西部 那袁老师我知道就是您接下来是不是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太平洋大学 对我们刚才说了两个在东部的大学 当然我们就是通常来讲在谈到在美国读大学肯定也不会落了加州 对吧 就是说一般东西两岸都是大家比较常讨论的一些地理位置来选择大学 那么对于太平洋大学的话 它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然后一般来讲我们这边简称加州 那么太平洋大学是在加州最早获得认可执照的一所大学 它是第一所就是有执照的一个大学 那么可能说起就是大家熟悉的位置东西两岸 那么西部的话那肯定就是加州 那么说起加州可能大家更直接的概念就是在加州有硅谷 对吧 有很多的IT大咖 就是当然也肯定也有比较充满创意的一些关于艺术类的一些天才 那么可能在太平洋大学来讲 学生可能不管你是技术类技术科 还是想要读艺术啊商科啊这些 那么都能找到你的专业 能够并且在校园就能开始就是搭建你自己的一个就业网络的一个平台 对于太平洋大学的话 它是有三个校区 都是非常漂亮的 那么其中它在它的主校区叫Skerton 然后是离旧金山开车是90分钟的一个车程 那么对于太平洋大学 它的一个比较特点呢 就是说它的教职员工的专业背景非常的强 它有超过77%的教职员工 都是拥有博士的学位或同等学历 那么整个学校的授课方式也是比较重视于就是把实用学科 比如像MBA啊像饭店管理的这些 就是最新的这些知识是传达给学生 那么在太平洋大学教课的老师 那么既有从事就是比如说像专业研究的老师 那么也有是有个别的授课老师是大公司的CEO 所以就是说太平洋大学在课程的设置上是安排了大量的实践课 所以他们的课程的特点就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典范吧 那么在太平洋大学来讲 我觉得就是它高度互动的实践关系 也是就是能够培养就是和广泛的课外活动 也是都能培养就是学生的一个能力 那么这个也是太平洋大学的一个优势在那 我觉得您前面讲到就是它是一个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典范 然后我们这边就有网友说 什么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就是典范 这非常的有意思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我的背景也是从文理学院出生嘛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国内的话 有的时候我们受到的国内教育更多的是比较偏向于理论方面 但是其实在美国很多的时候呢 更多的就是说老师觉得光说理论其实并不够 有的时候理论加实践才能就是说让学生进一步的知道或者了解 或者说能够去做到一些一些课程 或者说是一些作业吧 然后学生才能fully understand 就完全的理解说这件事情是这样 前面您还分享到一个 我觉得也是太平洋大学一个非常独特非常unique的一个点 就是其实在授课的老师当中也不乏缺有大公司的CEO 我觉得这是太平洋大学相比 现在目前您分享到了这么多大学当中 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点 那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家长说 那太平洋大学有没有一些优势是在排名上的呢 对像在就是太平洋大学来讲 它像今年也是一个差不多是基本上是100名左右的一个一类大学 那么今年的最新排名是第106名 然后像它的工程 就是在今年是排名是最佳本科的工程排名是排到了45位 尤其是它的生物工程是全美排名第8的 所以这里是今年就是太平洋在生物工程做得非常好的一个点 那么对于想要读商科的学生 就是对太平洋来讲也是 就是太平洋对他们来讲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像太平洋大学的商科商学院在加州是排第10位的 它是非常具有性价比高的一所学校 就除了UC系统的话 那么太平洋大学的这个竞争力 商学院的竞争力也非常的强 然后还有一个值得我刚才有提到了 除了技术大咖 那么如果你想要读艺术 那么像特别是音乐 如果大家是要就是有学生比较对音乐感兴趣的话 那太平洋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像我上一次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有去和他们的就是新生见面 然后我参观过他们太平洋大学自己的一个演播厅 那绝对就是一个可以售票的一个演播厅 然后是所有的学生都会有一年 有很多次的彩排的机会 然后一年在那个演播厅也会有上百场的演出 在自己的学校 所以这个对于就是想要读音乐的学生来讲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学校的设施 可以提供给大家去彩排或去发挥 然后甚至表演的一个机会的一个学校 不知道收听的观众有没有特别喜欢音乐 如果你想读音乐的话 那现在可以说百度一下 或者说你在北美可以Google一下 那太平洋大学 其实我们Hominy Plus 我们也是跟就是太平洋大学 其实有一些渊源吧 在我们自己的公众号硅谷的秘密当中呢 曾经我们有发布过关于太平洋大学的一个文章 那希望我们现在呢 我们的课程小助手佳佳 就会把这个我们的文章发布到各个大群里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开观看一下 那我们接着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接着接到 李文老师不知道您是不是要再给大家分享最后一所学校呢 对 这最后一所学校的话 我可能又要把大家拉回到东北部 因为可能之前有很多的学生和家长都会问我说 哇我真的很想去纽约 因为大家可能除了就是可能有些时候 华盛顿特区都听的没有很多 可能纽约听的是最多的 所以都想了解一下看 在纽约有没有一些比较适合国际学生的大学 那么今天我就是满足大家的要求 那么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所在纽约的 叫做爱德菲的一所大学 就是纽约大家都肯定很熟悉了 对吧 就是一座全球的经济商业啊 金融媒体政治教育娱乐 所有你能想到的都在这些方面 在纽约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的一个大都会 那么它也是在世界上也是重要的金融中心 联合国总部大楼啊这些什么 就是重要的一些国际知名企业 也都会在纽约 那么爱德菲大学代表 它是长岛 它位于长岛 纽约的长岛 然后它是纽约长岛最古老的高等学院 它也是被多次被普林斯顿的评论评为 美国东北部最好的大学之一 那么这个大学来讲 对纽约市中心 可以搭地铁 也是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就可以到达 那么整个爱德菲分了三个校区 那么它的主校区在花园城 那么这个花园城是所在地 也是纽约地区最高档的几个社区之一 所以安全 它所以在这个主校区来讲 也被评为美国最安全的校园之一 那么这个 对于爱德菲的它这个氛围来讲 它这个学校也是属于中等型的一个 学生数量的一个大学 它的人数也是没有超过一万人 它的学术环境和美丽坚和太平洋比较接近 也是属于小班授课 因为像大部分有名气的一些学校 通常都是就是有比较高的师生比例 那么这意味着可能教授能够关注到 每个学生的这种机会 这种比例就会更大一点 就是更小一点 他们的师生比率会比较高 那么像爱德菲也是 它的师生比例甚至比美丽坚还要低 它一般来讲是一对十的一个师生比例 这个在美国的一个 就是排位来讲是属于非常好的一个水平 如果你真的学生是比较看重 需要得到更多的教授的一个关注的话 那么选择这种小班授课的话 应该是第一选择 那么这个是对于它的学术环境 是 其实我们线上有一位家长 应该是家长 他有在问 那您前面提到了这个学校的人数 其实算是少的 那小班授课有没有一些好处呢 其实这点我可以替李源老师做一个回答 就是说比如说我背景也是出生于文理学院 然后我们文理学院基本上都是小班化授课 那小班化授课的一个优处或者说好处 是在于说你跟教授怎么样去建立这种关系 我们讲座叫做beaut relationship with your professor 那你和教授的这个互动呢 有的时候只有是小班化 那教授会非常的清晰 每一个班级里 这堂课里面有这些学生 然后每一个学生他们都可以叫得出名字 比如说你compare to 就是你对比一些大U的学校 我们讲四五百人一堂课 那小班化的一个优势就在于说 教授可以跟你直接来互动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你在每一节课 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有没有课堂表现得非常积极 有没有说在课后 有在office hour 就是他的课间时间去找他去聊 或者说是找他去解答 或者说是去询问一些问题 包括就是小班化授课 有一个最最重要的点 就是professor 就是这些教授 其实是非常愿意为这些学生 特别是他们比较熟悉的学生 或者说是他们授课上面 表现比较良好的学生 去写一封 就不管是未来工作也好 还是申请研究生院也好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给你写推荐信 我觉得小班化授课 还有一个优处就是在于 就是说除了写推荐信之外 这份推荐信并不是就是说有含水量 它是非常真实的 就是说教授可以根据每一堂与你的互动 以及你的一个学术表现和课堂外的表现 来给你做一个非常honest 就是非常诚实的一个报告 那也是非常有助于说 这个学生能从老师这边得到这个非常直接的feedback 就我们讲的这个反馈 就是对于自己就是学生来讲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学模式 那李伦老师您前面讲到了 就是说 这个学校因为是一比十的师生比例嘛 就是学生非常的能被教授而注视 那不知道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爱德飞它的一个学费大概是怎么样 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像就是American University 每一间他也是爱德飞也是处于说 在纽约这样子的一个长岛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那是不是他的性价比来讲 他的学费跟他的生活费会相对来讲 比起那几前面我们分享的几所学校 要更高一些呢 对其实对于爱德飞来讲 因为他首先他是在纽约 而且爱德飞也是一所私立的大学 所以从学费上来讲 基本上在美国凡是是私立的大学的话 四年的私立大学基本上学费都不会低于四万块钱 所以在爱德飞的话 他也是在四万八左右 他一年的学费 那么但是爱德飞通常来讲 对国际学生有提供四年的奖学金 所以这个也是 就是如果你的成绩足够优秀的话 那么也是有蛮多的国际学生 能拿到一些四年的奖学金 这个可能能减轻一些 就是对于费用上的问题 那么对于生活费 因为虽然说他离纽约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但是想必于很多学生 像周末呀都还是会往纽约跑 所以就是说对于生活费来讲 我会把它就是给大家建议在一万八到两万美金 当然就是说我说的这个只是属于一个平均水平 当然肯定会有学生会低于我说的这个 当然也会有学生就是花的费用比我说的这个高 所以我说的这个一万八到两万 也是属于一个就比较居中的一个 如果你要选择在美国第一线城市生活学习的话 大概这样就是可能学费生活费加在一起的话 大概可能就是七万美金左右 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对于你在择校的时候 可能会对于家长来讲会需要的一个考量 好的那其实您之前也分享了每个学校 它的一个综合的排名 那不知道爱德飞它是不是也有一些专业上 或者说整个学校的一个优势排名的分布呢 对像爱德飞大学来讲 它的综合排名是一个排名前150名的大学 也是属于在美国属于一类大学 那么对于爱德飞大学来讲 可能就是它在教育专业领域是具有非常好的声誉 尤其是它的心理学方向 它尤其是在这个教育方面来讲 它在专业的世界大学排名 它是排名第四了 这个排名非常的高 这个排名的话可能对于排名第四 那么有家长学人可能会问 那谁是前三 对前三分别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纽约大学和哈佛 所以就是说如果真的学生是想要从事于教育专业 或特别是心理学这个方面的话 那么爱德飞你就不能错过了 对 然后这个是对于教育类 那么对于爱德飞 我刚才说到在纽约不能不提到艺术类 对吧 那么刚才说到了太平洋有一个非常好的音乐厅 那么在爱德飞也是 他们刚刚是三年前刚刚是重新翻修了他们的一个表演厅 然后就是他有一个那个表演厅演播中心 可以兼容五百人 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就是可以面对社会的一个演播中心 然后很多就是这个新的演播中心被这些学生就亲切的称为 就是他们那个地方是戏剧舞蹈和学生的精神之家 所以就是足以看得见 就是拥有一个为学生自己打造的一个演播中心 对于学艺术的学生来讲 非常的就是有各方面的意义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说可能教育啊 然后还有一个我想提到的就是爱德飞 他的MBA项目 因为在MBA项目里边爱德飞的一个优势就是在于 他提供了八个专业方向 如果学生想要读MBA 他可以兼修市场呀 人力资源管理呀 然后财务啊等等 他有很多的专业发展的方向 并且他也拥有一些快速 比如说一年的MBA的比如说这一类的项目 所以这个对于费用上来讲 他的MBA项目被评为区域性的性价比最高的学院之一 所以就是说除了本科的学生以外 如果有学生想要过来读MBA的话 又想再纽约的话 那么爱德飞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的 谢谢李源老师对这四所学校的一个分享 那我们也是想问一下李源老师 您前面提到的这四所大学 他对国际学生有没有一些格外的福利呢 比如说现在大家其实除了就读或者说留学之外 有可能对未来在美就业这方面也会有一些兴趣 不知道这四所大学或者说您从事的 就是担任招生官的那18所大学的话 有没有一些额外对于国际学生就业方向的一些福利 或者说是指导 对我觉得Lilia你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因为可能一般来讲很多学生家长更就是说看重的只是学术方面 但是其实就我个人的就是经历而言 其实我更想给大家分享的是除了这个学校的学术能力以外 还有就是专门针对于国际学生的一些就业指导服务 因为我本人就是对于之前我的那个大学的这个就业服务指导 我觉得有非常好才会就是说我又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几所大学 以及就是说可能今天没有介绍到 但是可能Lilia之前给大家看过的列出来的那个地图上面列出的这些大学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有这些大学都有提供专门针对国际学生的就业指导的一个服务项目 那么就是说这个项目是专门给国际学生设置的职业发展 因为大家都知道像就是说是这些项目来讲 每个大学都说自己有自己的就业中心 但是一般来讲可能也就是十来个人 但是他们需要服务的是全校的学生 包括美国本地的学生 所以就是说如果真的国际学生想要在就业发展的指导方向 能够有更加匹配的这样指导老师的话 那么可以参考一下我今天介绍的这些大学 那么这些大学的这些职业发展项目都是通过系统的指导 有一个专门的有经验的指导老师 采用就是对话 然后互动讨研会的一些课外辅导的形式 来让学生可以更好的发展他们的专业技能 然后并有一个更直接的了解 然后让他们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兴趣 个人经历 然后他的学习背景 然后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怎么样去发挥自己的优势等等 然后他们的特色就是 每个学生都会和他的指导员进行充分的沟通 从大一的可能下学期就会开始 然后制定自己的一个就业方向 然后等等的这一系列的一个项目 对 好的 那就是李温老师我也想问您一下 其实我们之前就是就在上一期的节目 就是如果现场的观众或者说是线上的观众 对我们比较了解的话 其实上一周的节目呢 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硅谷大舅 Big Joe为大家来做了一期分享 他就提到了说 其实从你大学开始 或者说从你想要升级 就是研究生 那个就是有这个想法开始 其实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交圈 就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前面李温老师您分享到的这一些 就是说不管是去这个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也好 还是就是说当你想要开始有这个出入到职场的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也好 就是从那个之前我们就得开始建立自己一个 比较有效的就是社交圈 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是的这个非常重要 就像Lidia你讲到 就是在美国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所谓 给学生提供的就业指导中心 但大部分这种师生比例 就是老师和学生的比例太大 就基本上对于国际学生 很少能够就是得到专业的一个 就是专门为国际学生定制的一个这些指导服务 因为对于国际学生来讲 他们的诉求和本地学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像国际学生 你要找实习 那么就会有签证的问题 那么需要有这样一个有经验的老师告诉你说 怎么样一步一步带领你去 就是解决身份的问题 在找实习的过程里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针对于国际学生 其实有些时候 你比如说读书读完了 你下一步的计划 每个学生国际学生都有可能不一样 有些是直接说我想找工作找实习 有些学生的诉求可能是我要回国来接替我家族的企业 或者说有些学生说我要继续读研究生 那么这些等等就是其实是比较针对于国际学生自己本身的一个就业指导的一个方向 所以如果没有一个专门就是训练过的老师的话 其实很难给到国际学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指导方向 是的 现在我觉得很多海外的留学党呢 大家都会觉得说 哎呀那我是不是 比如说我知道OPT是什么 我知道STEM专业是什么 但是我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和我未来想要找工作 想要走上职业这条道路连接起来了 就是李源老师您前面的这个意思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说那就去找您学校的这个 就是职业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中心 就是我们所说的career center 那这样子他们其实会给一个最权威最官方的 以学校为代表的这样子的一个官方解答 来回答我们的学生呢 对是的 肯定一般来讲 如果学生要对于找实习找工作或下一步的来讲 一般都会去学校的这个就业中心 那么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一个专门为国际学生打造的那个项目来讲 是区别于每个大学 它的一个相当于普通的一个教育中心 那么这个中心是有个别大学 它单独出来的一个项目 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项目来讲 对于国际学生更有利 为什么 因为就首先你能更好的和你的指导老师 老师有一对一的一个沟通 这些老师因为经过专业的训练 所以他们的一个指导技巧来讲 就是会针对于国际学生的一个诉求 比如说国际学生你要面试 可能怎么帮你修改你的简历 怎么去帮助你提高一些有领导力的实践活动 来增加你的竞争力 或者说对于国际学生可能对英文表达能力上 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需求的指导 那么这些就一定需要有一个有经验的指导老师 所以这个不仅仅说是 每个大学都说他有自己的指导中心 但并不代表说他每一个在那服务的老师 都是有经过专门的训练的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择校来讲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毕竟就是对于国际学生都是花了很多的 相当于是一个很大的投资 那么你怎么让自己的这个投资最后有收益最大化 所以这个就业的这一块的项目也是 其实我觉得还蛮值得看 就是给学生和家长值得探讨的一个地方 谢谢李远老师 那线上呢现在有一个提问 问到说您前面提到的职业发展这个项目 具体是怎么样的 需不需要一些额外的费用呢 对可能刚才我说到这些可能因为 有些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 哇这个项目很好 那是不是又要多交费用或什么的 那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 这些大学之所以为了就是要提供这些项目 主要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到这所大学就读 那么这些所有的支持服务都是包含在学费以内的 并没有额外的费用 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些项目来讲 大学怎么操作呢 就是说他们需要把这些和学生的这种 就是今后的这种考虑的这种方向的这种讨论和对话 会提前到大一的下学期就开始 所以这些大学的指导老师 他不会等到说你都到了大三到大四快结束了 突然想到说自己的后路是什么 那么这些的老师都会把就是基本上 这些大学的这个项目来讲都会从大一的第二学期 可能让学生稍微有一些过度以后 就会和学生进行初步的沟通 然后梳理一下他们专业的方向 然后并结合就是每个学生的自己的兴趣爱好呀 学术背景啊 然后来帮助学生理清他们的职业方向 因为有些时候一刚开始 其实并不是每个学生都知道他将来就是毕业后要干嘛 对吧 这个也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的这些老师都会从一开始 就是提前和他们沟通 那么这样的一个沟通项目来讲 它一般会发生在比如说课后 可能一个星期有那么一两个小时和你的老师 指导老师对接 然后就是沟通这些话题 通过一步一步的沟通来帮你梳理理清 帮你改简历 带你去面试 然后参加一些实践的活动 那么一般来讲这个项目会持续到大三 为期两年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那么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边 学生就是可以参与到相关的一些社会活动 来增加自己的这个综合实力 然后发展了就是自己的一个职业技能 就像我刚才说的包括写简历呀 掌握面试技巧啊 参加招聘会等等这些 可能就是学生能够从这个项目之后 带来最大的效果 其实我们新马拉雅上面有一个 就是观众他发了一条私信 想问一下 那今年秋季申请是不是还来得及 如果来不及的话 那明年的春季申请可以申请吗 对就是对于今年秋季来讲的话 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 美国绝大部分的大学 今年秋季的申请早已经截止了 那么对于这儿 我刚才介绍的这些大学 以及就刚才那个地图上列出来的 有十几所 十八所大学 目前都是可以接受 今年秋季的一个招生 那么每个学校日期不同 然后可能就是从可能就是 比如说像爱德飞的话 像纽约的爱德飞是 今年的7月16号 澳本大学是在7月17号 就基本上7月中 然后像太平洋大学7月26号 美利坚也是15、6号 大概是7月中 所以就说如果现在来准备的话 其实学生还是来得及的 当然我也了解到毕竟到美国来读书 也是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决定 如果有学生和家长会觉得说 今年实在是太赶了 那么这些大学都有春季开学的一个日期 就是明年1月份开学的 基本上截止日期的话 大概是在10月份左右 好的 谢谢李源老师的分享 那现在我们也是正式进入到 我们的Q&A环节了 那其实我们线上还有家长 正好问到了一个 对这段时间 就是中美之间比较紧张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问 那在美国地区招生市场 在这个大环境背景下 会不会影响到 现在国际生的一个申请呢 那不知道能不能请李源老师 介绍就是目前的这个状况下 那怎么样可以快速地找到 这个美国大学直通车这条路径呢 对我觉得就说像Lidia 可能就是大家也关注到 毕竟现在新闻媒体介绍了很多 关于这个贸易战所带来的一些 可能对大家的一个考虑 或者是担忧 是不是这些美国大学 都不是那么欢迎国际学生了 其实恰恰相反 就像我所代表的这些大学 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美国来讲 它的出生率在足年的下降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美国大学 它都招不够学生 所以他们才会 其实反而这些美国大学 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 因为他们内需解决不了 那么多很多大学 如果它招不够学生的话 自己就要关门 所以其实绝大部分的美国大学 都是非常欢迎国际学生的 然后它不管通过 是从奖学金的力度也好 还是从比如说给到国际学生 一些更灵活的申请方式 就像比如说大家能看得出来 从去年开始 就是有开始大学陆陆续续 先去接受中国的高考 我相信可能今年又有一批 明年可能就会越来越多的大学 加入到这个阵营里边来讲 所以从大学环境来讲的话 美国的大学 从美国大学这个层面上来讲 其实是绝对非常欢迎国际学生 而且这些大学为了竞争 更多的国际学生的声援 大家也都会提供 更好的支持服务 给到国际学生 所以对于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除了自己对地理位置 对学术的排名环境 学术环境 以及可能今后这个大学 所提供的就业指导 这些方面考虑来讲 可能就是说 也可以通过一些专业的指导老师 来直接帮你分享一些 更有重点的一些指导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但总体而言 我觉得就是说 美国大学是非常欢迎国际学生的 好的 那刘元老师 您前面一位也是提到了 奖学金这个话题 那我们不能follow in up 讲一下 那有没有说这些国际学生 在申请这些大学 甚至说更多大学的时候 去apply去申请 这个奖学金的机会呢 对的 奖学金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 大学给的力度也是越来越大 那么对于就是 奖学金来讲 可能就是说 对于国际学生 特别是本科生而言 一般来讲 奖学金对于国际学生的 本科阶段来讲 还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就是说 一般如果学生有诉求 或者确实比较优秀 那么肯定都是希望 越早申请越好 因为它只有每个学校 分给国际学生的那一块蛋糕 就只有那么多 那么你越早申请 那么越容易拿到奖学金 所以对于今年 就是今年 就是接受高考的这一批大学 目前来讲 我所得到的最新信息是 他们依然还有 个别的奖学金 可以分发给比较优秀的 国际学生 所以如果你现在 赶快申请 那么还来得及 那么对于申请的这个程序来讲 就是说你需要在申请的时候 有提出奖学金的这个诉求 一般来讲 可能有个别大学 采用面试来决定 要不要给学生 或者说他们会要求学生 提供一份个人陈诉 然后会有一些 其他的额外要求 那么具体的 这些奖学金的程序来讲 这个可以跟 比如说我们的申请 具体的申请老师来具体沟通 你具体要申请 哪些大学 比如说家里的费用区间 大概是什么样的位置 那么这样就是尽早的 做出一些 更综合的一些考量 然后来帮助国际学生的申请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奖学金 对奖学金的话 可能这些学校 从一次性的奖学金 可能从2000到1万的都有 然后像我刚才提到的 像爱德飞大学 像太平洋大学 他们都是有提供 四年奖学金给国际学生的 所以就是这个可能也是 从可能三五千到 甚至像一万两万的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也取决于 就是说你什么时候 递交的申请 然后是不是足够的优秀 等等这些 好的那我们线上 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有很多家长 其实是从通过我们的公众号 和美加国际教育 来到我们的线上 是因为看到这篇推文 叫做习讯 国内高中毕业 就能只升美国名校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可以来回答一下 那有些家长说 那我现在正在 就是学生 其实是正在的 就是这个高考成绩的 但是同时又怕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 因为今年也是听说高考 就是数学是非常难的 那如果说有可能失利的 这个情况下 那我怎么来准备说 就是来就读美国大学 这样子的一个process呢 那其实我们的 就是公众号之前 就有发过这个文章 那希望我们的小助手 佳佳 可以到时候也发一下 就是说来介绍一下 那本期的高考 留美之通车 那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操作呢 其实我们今天 邀请李源老师在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高考 留美之通车里面 包含了 包括前面李源老师 分享的四所学校 总共加起来 有六所美国名校的 一个直接的录取 就是不仅仅是高考成绩 那还有的就是说 如果大家有高中成绩 就像李源老师之前讲的 也可以说来作为一个 递交申请的一个方式 包括李源老师 前最开始的时候 我再重申一下 就是高考成绩 加上就是这个高中的成绩单 就是可以混合 混搭我们叫做说 来申请这些留美的学校 那我们的小助手 佳佳可以再分享一下 到我们的群里 那李源老师 今天也是时间的关系 非常感谢您来为大家 做这一期的分享 那我们每次微课堂的分享 都不是标准答案 孩子的成长当中 也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试图用每个故事 每个案例 为大家带来更加宽广的视野 各家客观的认知 更加清楚的了解 留美这件事情 那高考的初分日即将到来 但是就是除了在国内 选择自己心仪的学校之外 除了我们今天提到的 留美持通车这条路之外 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直接来美国这边 读社区大学 我觉得也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当然在美国这里 已经有非常多 在社区大学就读的同学们 那即将到来的秋季学期 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崭新的一个申请季 那社区大学 转到四年之大学的 一些选校的技巧和策略 在整个这个升学的过程当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下期的我们的微课堂呢 我们邀请到了 拥有丰富转学经验的 Becky老师 为大家带来转校程序的 一些介绍和我们的案例分析 欢迎大家再次参与到 我们的微课堂 也陈邀您可以把我们的活动 传播给更多的亲朋好友 我们期待用分享 传播更多的流美证件 带领更多家庭 规避误区 那今天的微课堂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关注与参与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